如果你想追求的是艺术或文学的话 只要去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就行了 因为要产生真正的艺术 奴隶制度是必不可缺的 就像古代希腊人那样 奴隶耕田、备餐、划船 而在那同时 市民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 专心作诗、研究数学 所谓艺术就是这么回事 半夜三点还在更生夜镜的厨房 开冰箱找东西吃的人 就只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了 而那就是我